你弹劾我 我是个死 你不弹劾我 我也是个死 总之 太后不会再用我了 那我为什么要让你来弹劾我呢 玉鼎啊 你跟了我半辈子 穷了半辈子 跟着我没有得到半点好处啊 这一次 我想成全你一下 老师 都要打断我 你要说的我都想过 你弹劾我在庆王和袁世凯眼里 是大义灭亲 可在清官连历的眼里 你的名声会受到损伤 可我想啊 这点名声上的事 老师 就如过眼烟云哪 老师 我不能让您为了我 我不光是为了你 我这么做 更是为了肃儿和你太太 玉鼎啊 你让他们过几天好日子吧 这折子 你不要直接上奏 明天杨世几来了 你把这折子交给他 你的孩子就有救了 你家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这么多年我给不了你的东西 我了点这一次全都不足了 玉鼎啊 听我的话 卖个好价钱 卖个好价钱 老师 藤大人 庶月 比赛 老师 温宽 说 你真是 我们拥有信心 老师 这回岐你 给你 我 来 老师 那头 封岳 五十万两银子 五十万 五十万 没想到 没想到啊 袁大人要给你的 还有一顶河南的红顶子呀 不要关 就要钱 就要钱 好 成交了 来 御使吴玉鼎奏餐 军机大臣瞿鸿基 暗空报馆 授意言官 分部羽翼 其窃权不轨 保守入位 实属逊私逆直 着急开缺回急 以事驳程 钦此 我这条命总算是留下了 老师 只是你替我受委屈了 二十五万银票您就收下吧 不不 我有手艺饿不死 再说 你以为我牺牲了半世清明 老师我的这点名声 你就让我留着吧 赵大人 你这驢车我收下了 好 多谢了 留步吧 留步吧 你要多珍重啊老师 你啊你啊 一邝 奴才在 军机处就剩你一个人了 你看什么人过来合适啊 奴才推荐元世凯 你倒是一点都不避嫌疑啊 老佛爷说过 袁世凯能干 能帮上忙 我看张之洞在外地也待得够久的了 就让他和袁世凯一起都过来吧 是 还有再风也该独当一面了 我知道你的想法 再风毕竟是皇上的亲弟弟 也是我的亲外甥 你怕约束不住他 老佛爷 奴才 不敢约束他 不要紧的 我会嘱咐他 跟你多学点东西 毕竟是一家人嘛 奴才 一切听老佛爷安排 他要是敢在你面前使性子 你就来告诉我 是 西林啊 梁先生不是你的老师吗 梁先生是历仙派 可他们 还是容不得呀 郭平 我早就知道你是革命党 两日之后 剑护女侠秋锦将在绍兴起誓 恩公 嗯 晚辈还有一事想请教您 您说这大清立宪 是真还是假 你这个 这是怎么了 晚辈是立宪派 梁先生 他是我的老师 来人哪 老爷 把所有的大门都给我关得严严实实的 不准任何人接近我的那堂 西林啊 我早就想跟你好好地谈一谈了 这立宪是真是假 这个题目可太大了 这么跟你说吧 立宪是真 可是立宪的预备期要十二年 这完全都是为了老佛爷一个人 老佛爷他已经七十三岁了 连他自己梗都估摸着 他活不到那个日子 到时候 谁管他大浪滔天呢 在这十二年的预备期之内 你要想搞三权分立 那是绝无可能 你想想 这立宪是真还是假呀 那恩公 你在安庆的地方自治呢 难道也是假的吗 大同小异都差不多 不过你在安庆 毕竟还搞了一个景观学堂啊 西林啊 今天就跟你实话实说了吧 这立宪都是假的 那什么才是真的 抓权才是真的 我就跟你说说 这大参案以后发生的事 瞿洪基被罢了 陈春轩也要完蛋 这全国各大报纸 头版头条最大的消息 那个嚷嚷啊 热闹啊 说改革派战胜了保守派 也有的说是腐败的庆王 就是我那个老岳父 这你是知道的 都说他毒禀朝纲 这错吗 这都没错 可是 这些个记者们 他们懂什么朝政 懂什么官场 这懂什么政治 那是朝廷的权力之政 为什么要利用康先生和梁先生 利用 西林啊 这个官场就是战场 打仗用什么 用刀 用枪 用剑 用挤 用子弹 官场用什么 用智慧 用阴谋 用权力从来不露面背后捅刀子 如果你要是胆小啊 就甭想在官场上混 你千万要记住 一旦出手 你的一招一式 一定要有章有法 要目不转睛 稳住神 屏住气 突然出手 可师生公是我的老师啊 老师算什么 如果需要就是你的清殿 也得把它当成垫脚石 恩公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万别告辞 回来 看看这个 圣公 你不能这么做 用不了几天 这些照片 就会送到太后的手上 那时候 那岑春轩 就会彻底地完蛋 这些都是你的功劳啊 发现岑春轩勾结康良的是你 查明他窜乱阴谋的是你 拿到这个证据的还是你 西林啊 你这就叫大义灭亲啊 我一定要再请一职 把你的顶子换一个更大的 只要你过了这一关 以后在官场上 那可就任你驰骋了 不 恩公 明日就是景观学堂的毕业典礼 请您务必赏光出席 大乃齐齐献献献 大乃齐献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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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交保 书丵 一下 港大乃 、一棵 请供典礼 快, 快 快, 快 快, 快, 快 大人… 快, 快, 快 救命 救命, 救命, 救命 救命, 救命 …快, 快illar, 快點 …来人哪… 好, 不打人…快軟 大人, 是我 我是波平的 快救了 好… 二位 别来无恙啊 徐夕林 供出你的统长 供 我一定供 不过 我现在有个小小的问题 说 告诉我 安明死了没有 没死 明天府台大人要亲自审问你 把你包皮 挖心 莲宇 你知道 什么叫狐狸尾巴吗 就是你的尾巴 包皮挖心 那就是说 安明已死 他死了 我的心哪 皮呀 就送给你了 你 你 不而然 绯迪大人 受安勿躁 受安勿躁 洗淋哪 我俩一地为官 你这么一闹还真是石破天惊啊 这一夜之间 你一个立宪党变成了革命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冯大人 你知道在日本有多少留学生吗 两万多人大清要立宪 有多少像我一样的留学生 要回国报校吗 仅在日本一地就有一万余人 总没有人像你这样报校的 早晚会 我们满腔热血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大清的富强 不再受别人欺误 可我们得到什么 冯大人 你记着 樊搞假立宪 必来真革命 大清不正在立宪吗 你那么着急干什么 九年前 五须六君子违心变法 你们审也不审 一刀砍了 可那个时候 我对你们还抱有幻想 孙竹山说 大清立宪是个骗局 我也不屑一听 可你们太腐朽 不可救药 让我不得不佩服孙先生的先见之民 你住口 立宪就是立宪 你住口 你就那么相信那个孙大炮 大清要立宪 不就是看清了自己的问题吗 啊 革命是什么 革命是杀人放火 腐败虽然不好 可腐败一点儿 总比千百万人头落地强 你住口 不 立宪就是立宪 岂是婊子给自己立的牌法 可你们这个牌法 还真骗了不少的人 到现在 还有千千万万热血青年 北蒙在鼓里 我告诉你方许 我是安明 是绝望 也是锦州 告诉我的同道中人 行行吧 大清没救了 只有推翻他 我惶惶滑下 才有真正的陷阱 魔鬼 杀了他 杀了他 大人 那仁伦呢 我问你 你杀谁不行啊 你干嘛要杀你的恩师呢 这毕竟是有被仁伦的 师生之计 那是私情 我杀他 是公分 可你暗地里的机会多的是 你为什么要在大清广众之下呢 因为我要公开审判 光天化日 众物睽睽 轰轰烈烈 真是大丈夫所为 过瘾啊 过瘾 告诉你 我不仅要杀安明 还要杀良弊 杀铁梁 杀短方 杀宰泽 他 直到把你们这个腐败的阶层 全杀干净 推翻专制政府 算了算了 还谁不屌啊 来人带着去 慢 想讨活命啊 莲鱼 知道我为什么只杀恩明 不杀你吗 因为你不值得我杀 给我带下去 带下去 给我带下去 恭请太后皇上 皇上圣安 奴才给皇太后皇上请安 你是怎么回事啊 君基新班子头一天上任 这么大的事我把皇上都拉来了 你可倒好 让大伙等你一个人 老伯爷啊 瞧瞧瞧瞧 那说两句都不成了 禀太后 庆王爷家里出了点事 老伯爷做主啊 起来起来 出什么事了 奴才的好女婿死了 哪个女婿啊 是恩明吗 她怎么死的 被谋杀的 奴才保存春宣做梁广总督 蒙老佛爷恩准 不料她一到广州 就秘密勾结康党 恩明正在广州公干 发现此事费用追查 请 请 请招杀身之祸啊 遭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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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 这天傻的 王八蛋 老佛爷啊 老佛爷息怒 你不住口 朕是没想到 岑春轩也是这样的人 据说 岑春轩 和康有为 梁启超 都是梁广的同乡 我让他为己奉将 我让他为己奉将 谁知道 他竟跟我离心离疼 我让他为己奉将 可齐功不能严 齐德不能忘 让他开缺吧 奴才领旨 咱们义正事吧 除了义匡 军机大臣都是新面孔 都是自己人 这新班子就像那天气 要有个新气象 咱们今儿个就好好议议 咱大清还要怎么个心法 太后 臣有本承奏 与世凯 你坐下 把这折子上的事先说说吧 臣的折子 是奏请赶紧预备立宪 这有什么新鲜的 立宪咱不是一直预备着呢吗 禀太后 立宪是一直预备着 可该深入进行 怎么个深入啊 建立资议制 在立宪国体建立之前 中央设资政院 各省设资议局 周县设议事会 这是立宪的民意基础 时机紧迫 这两件事都要抓紧进行 与世凯 十二年预备立宪 这才刚过去两年 你如此奏议 是要置我皇太后皇上于何地 王爷 别把事情搞颠倒了 我皇太后皇上恩德无上 可总要先有了我大清 才有我皇太后皇上的皇恩浩荡 倘若连我大清都没有了 这皇太后皇上的恩德 你我又如何得想啊 你这是忤逆之言 再封 这是御前会议 有话好好说 袁世凯 你的心思 朕全都知道 随后 那只os 随后 发了个勇敢 我跟不上 哎呀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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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是不知道 所以才要问你呢 张之洞 臣在 你说说吧 依臣所见 皇太后皇上回鸾以来 畅行新政 废除科举 改革官制 刷新国政 大有成效 但国家行政 不可让下面失去目标 古臣的意见 却应再次宣誓 立宪决心之不疑 且有确实的举动 以收上下一心 共振朝纲之效 这劲儿啊 确实是 可谷不可谢 心正 立宪 往前跑 是对的 两眼一抹黑 是不行的 海外那个革命党孙文 就这一年 闹了多数回暴动 你们知道吗 好像是两次 四次 五月份 他在潮州黄港 又纠结了几千革命党人 闹腾了六天 一个月以后 他又在惠州 又折腾了十好几天 九月份 他派了一个叫黄兴的 还是他们革命党的首领 竟然闹得我大清三个营 叛变了 还攻破了好几个城池 再往后 我听说那个孙文他亲自回国 指挥这个暴乱 你说我大清成什么了 成革命党人的亲戚家了 由着他们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啊 我算是看清楚了 不等着我死 我大清就得毁在他们手 老佛爷 好 你们听我把话说完 要立宪哪 要笼络住人心哪 先把那个自证院成立起来 派那个普伦 还有孙家安代为总裁 让他们提出个方案来 交给你们几个军机大臣 一起参相参相 请旨实行吧 臣临旨 目中死着 现在咱们君臣说的话 不过就这么说说 你不要忌我 臣知无不言 言无不计 母宗死得早 没有儿子 我过继了一个 还是个不孝的 不孝敬也就算了吧 却也是个没有儿子的 皇上身姿不好 总有大限的一天 你怎么说呀 倘若真有那么一天 太后 请容老臣直言 我说过 你不用忌讳 国有长君 社稷之福啊 老臣是岁数大的 当皇上好一些 可我亲儿子的大统 由谁来寄呀 老臣没想到这一层 罪该万死 不是当娘的 谁能想得到啊 起来吧 小李子 这 我走了多少步了 老佛爷 正好是五百步 过去一直走九百九十九步的 那是太后累了 累了 不是厉害了 我是累了 快 Prince 把这个摆在这儿 太后一旨 亲闻袁世凯五十寿臣 不胜欢喜 我和皇上略被薄礼 为耳赐福 亲此 皇太后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臣灵指贤 杨大人 来来来 你来看 这个大福字 是太后老佛爷亲自为你写的 来来来 这碾子上的寿礼 是太后老佛爷和皇上赐给你的 我妈也备了份薄礼 不成敬意 请袁大人笑纳 李公公 世凯真是受宠若惊啊 李公公 请 好好好 来来来来 李公公 这是世凯的两位犬子 长子可定 次子可闻 来 还不赶紧给李公公请安 给李公公请安 李公公 日后多关照了 好说 好说 请 好好好 袁大人真是好福气啊 嗯 好 好 来 听啊 李公公 小心 我来的时候 太后一再嘱咐我 嗯 他说 小李子 去 告诉袁世凯 就说呀 他对我的忠心 我领了 太后对微臣真是恩仲如山哪 李公公 话既然说到这会儿 世凯正有一事请教 说吧 就是太后和皇上 给微臣的这份贺礼 李公公 这里头真有皇上的意思 你说呢 世凯觉得 皇上似乎 对嘛 这都是 太后老佛爷他老人家 对你的恩典 这一纸上 加上了皇上的意思 这一层意思 你不会不明白吧 明白 明白 太后他老人家的身体 好起来了吧 好是好多了 但是 还经常招御医进宫 那太后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 其实也没什么 你想 太后年纪大了 有点头疼脑热的 也在所难免 可对我来说 这却是天大的事情 对李公公 这也是天大的事情吧 咱是太后的奴才 这太后的事情呢 这儿呢 甭管大小 那都是大事 魏廷啊 该走了 轻李公公 再多留一步 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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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